稍後要晚來關心屏東警方接獲報案 男子遭了詐騙集團以股票投資的名義來詐騙 這前後匯款的面交三百二十萬元 後來對方又說要儲值一百五十五萬 就可以抽航空公司的股票 由被害人才發覺上當了 跟警方聯手逮捕了自家收款的女車手 結果車手也說是因為誤入到愛情的陷阱 遭到詐騙集團利用了自己才是受害者 靈心女子前往被害人家中收錢 兩個人還在客廳閒聊時 突然一大群員警一擁而上 女子眼見四名員警靠近 一把就抓住放在桌上的手機 原來這就是詐騙集團給的聯絡工具 屏東警方是接獲一名男性男子報案 在臉書上發現標股投資訊息要進行投資 並聽從對方指示下載APP 從十月開始陸續匯款面交累計多達三百二十萬 後來對方告知再儲值一百五十五萬 就可以獲得抽航空公司股票機會 男性男子才發現是詐騙 與警方聯手逮捕特地從台中南下收款的女車手 女子才自稱自己其實也是被害人 據了解啊 林姓范賢啊 去日前在網路認識一名男子進而交往啊 你女啊 不以為啊遇到真愛啊 男網友啊 並以介紹工作為由啊 要求你女啊 前往幫忙搜尋公司款項 你女啊不以為她啊 約前往啊 卻不知啊 以被詐騙集團啊 利用成面交車手 女子自稱誤入戀愛陷阱 還從台中搭高鐵南下 又搭火車又搭計程車 來到兩百多公里外的房僚收錢 警方現場查扣現金一百五十五萬 存款憑證 工作證以及工作手機等證物 但由於女子曾經也因為賣帳戶 給詐騙集團當作人頭帳戶遭到移送 警方對她的公辭存疑 還需進一步查證 除了先將她依洗錢防治法 詐欺犯罪危害防治條例 以罪協移送地監署偵辦 也持續向上追查 詐欺犯罪集團 記者林安平評論報導